我要畫個是各區的比例圖 各區 所以第二個問題是我希望 幫我繪製一個所謂的各區的比例圖 各區 所以這邊的話有個各區比例圖 OK 第一個問題我們做完了 第二個問題的話就是各區比例圖 第三個就入階到前十名之條圖 反正今天就把這三個圖給畫出來 那當然之後的話我會希望把它變成自動化 也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按個按鈕事情就全部搞定了 可不可以 絕對可以 而且非常也不能說非常簡單 不是太難 OK 怎麼做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各區比例圖 所謂各區 顧名思義 有個關鍵字叫區 目前有這個欄位 沒有 所以你一樣的道理 請你把那個區的欄位變出來 怎麼變 一樣在原來的欄位的旁邊 因為在發生地點裡面有區 所以我們就在區旁邊這一欄加一個欄位 也許叫區好了 那怎麼取得區 剛好這個區還好 它不是很雕磚 它的位置剛剛好都是在第四個字 取三個字 所以第四個取三個字的話 顧名思義吧 最簡單的函數應該還印象吧 文字在裡面有一個 因為它是中間嘛 叫middle函數 所以middle的話就是一個mid的函數 這個按確定 然後的話 把地址給它 然後它會問你說 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取啊 我從第四個字 所以輸入4 那要幾個字啊 因為區剛好是三個字 可是如果不是剛好三個字 那你可能就要用別的規則了 好 那剛好三個字 按確定 之後的話 就取得我要的區 並且向下填滿 快點兩下 區就完成了 那我就產生了一個什麼 區的這個欄位了 OK 應該也蠻簡單的啦 那如果我希望這個區 可以幫我畫一個比例圖的話 那該怎麼去繪製啦 因為我要呈現出 到底哪一區的治安是最差的 OK 那當然呢 不過你其實是可以自己先猜想一下 因為你從報章媒體裡面 其實也會常常看到 到底哪一些治安比較差的 不過理論上好像比較多 應該是像是萬華 好像就常常會報道那邊發生什麼什麼案件 或者像什麼什麼什麼中山北 就是像林申北 林申北路那附近 那當然可能就會有這種刻板 到底那邊的治安是比較差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住那邊到底安不安全 一樣 游標先產生這一欄 然後呢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再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 它一樣會問你說 那是不是這個範圍 因為我們多了一區嘛 所以你選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一定要把區域來選 你如果沒選進去就少了這個資料 按確定 那一樣呢 請你把這邊有一個區拖拉到列 把區拖拉到值 不過有一種情況是 你說老師為什麼我 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我也有這個區啊 但是我沒看到 其實如果你沒看到的話 那記得可能就向下拉 要不然還有一個地方 上面有一個要重新整理有沒有 因為如果你這個資料 你這個欄位是重新產生的 那它之前在前一個階段使用的時候 沒有這個欄位 你後來增加的 你必須要重新整理一下 否則的話它會保留舊資料在裡面 而看不到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區 有的時候你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這邊區就出現了 如果啦 我目前沒有啦 區拖拉到列 那區拖拉到列的話 它其實做什麼動作 就幫你移除重複 意思就是說 留下那個不重複的那個名稱 所以裡面可能很多嘛 可能有40區、40區一堆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要統計它的數量的話 你再把區拖拉到值 那因為它裡面放的是一個文字 所以它自動會幫你把它的數量算出來 有點像是開票 40區一票 40區兩票 大同區一票這樣 最後幫你加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看到 每一區的一個 切到案件的數量 從104年到112年 total的數量 但是你想要知道的 你說老師我想比較有興趣的 應該是 數量比較多的幫我排前面 那數量少的幫我排後面好了 所以你最後會需要做一件事 排序 因為如果你不排序的話 你怎麼看 看起來好像40區是比較高 400多個 有點太多了 40區有這麼差嗎 好啦 我們排序一下就知道了 那怎麼排序呢 資料裡面有一個A到Z或Z到A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大的排到小 那記得第一件事請你把游標先放在B4儲存格 所以游標請你放對位置 第二個的話請你再到資料裡面 找到Z到A 他就幫你把大的排到前面 小的排在後面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知道 到底治安哪個地方 哪一區是最差的 有沒有發現 沒有啦 40沒有最差 中山 中山是相對是比較差的 OK 好啦 而且還蠻差的 跟那個大同區相比較之下 簡直就是兩倍還多很多 而且其實他們好像隔一條路 好像我記得是隔成德路 隔成德路一邊是那個大同區 一邊是中山區 是不是啊 成德 我不知道 我記得好像是成德 成德路的哪一邊 成德路以西的話是大同 以東的話就是中山北 比較有名的大同區好像有沒有 治安最好的大同區 比較有名的我印象中好像是大稻城 有沒有 大稻城在附近好像是也滿感覺有點比較老舊一點 但是好像真的 那個人跟人之間好像又比較近一點吧 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耶 是不是互相鄰居都互相認識打招呼 所以彼此認識的話 小偷也比較不敢在那邊附近 那可能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得到這個結果了 有沒有 所以剛剛主要還是把區拖到列 把區拖到尺 這個地方其實就不用再去改了 因為它本身的資料就是文字 文字一拖拉下來不會加總而會用技術的 所以你這個地方不需要像上一題要改 然後再來排序 排序記得優標一定要放B4 我記得好像你放錯位置它排序會失敗 或者排序的結果不對 反正習慣放B4 就是放在那個什麼技術的下一個這個儲存格 然後找到D到A這樣就OK了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繪製出一個圓形圖 那個圓形圖就是一個比例圖 那我甚至希望說把那個圓形圖 那個治安最差的那一塊把它炸開 所謂的炸開就是拉出來 有點像一個月餅有沒有 切一塊把它拉出來的感覺 那這個怎麼做 一樣嘛 樞紐分析表這邊樞紐分析圖 然後預設是直條圖 這條圖它只有顯示數量 不過數量其實也OK 但是好像並不是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請你把它改成下一個 就是它的這個底下這邊有一個圓形圖有沒有 那圓形圖讓我們不要太花俏 它有立體的有沒有 3D的 然後也有子母圖 甚至你還 假設你要呈現區裡面的下一階還有什麼 還有里 哪一里有沒有 還有里底下 你一層一層的話可以用子母圖 但我們現在可能沒有那麼複雜 甚至你還可以想在裡面追 哪一里的治安最差 或者中間區的哪一個地方治安最差 也可以往下追蹤 但是我們可能不要這麼複雜 沒有一個平面2D好了 可以比較樸數一點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時候一樣把這個圖先把它放到 可能上方的D1好了 D1的位置 然後底下的話也許到L20好了 反正跟剛剛類似的位置 大概就放這邊 看看剛剛常常放D2 不然剛剛也放D2好了 OK 放這裡好了 D2到L20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一樣就是把這個地方的標題名稱改一下 也許叫做各區的比例圖好了 那一樣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把底下的這個 這個工作表名稱一樣把它改成叫各區比例圖 那我習慣還是把這個的 顏色放紅色好了 看起來比較清楚 不然黑色好像比較沒有辨識率 然後初體試加一下 那試的話一樣20好了 這樣子各區比例圖就出現了 OK 當然以目前來看 這樣已經算是還蠻清楚的 不過這個圓形圖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說 它這個圓形圖 你變成你要自己看什麼顏色去對照哪一塊 當然也沒有不好 可是感覺似乎沒有辦法很直覺 可能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是不是可以直接 乾脆幫我把標籤放在上面 這樣我一看就OK了 所以理論上 如果你不要這個圖例有沒有 這個圖例跟剛剛一樣 你如果圖例不要 就是這邊打勾取消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按右鍵喔 記得喔 那怎麼把那個上面加標籤 最簡單的方法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裡面的話 就有個叫新增資料的圖縮文字 你把它點下去就OK了 它馬上上方就會出現 哪一區的比例是多少 有沒有 所以看得出來 中山區 占所有的比例13% 那以此類推啦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按右鍵 這邊喔 我剛剛是感受自己一下 記得按滑鼠右鍵 然後新增資料標籤 那找到的就是下方這個 新增資料圖縮文字這個選項 不過各位講一下喔 可能舊版沒有這個功能喔 舊版只有上面這個功能喔 或者Mac我不確定啦 Mac有可能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如果假設喔 你沒有這個功能 你可能只有上面這個功能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假設喔 選了這個之後呢 它變成這樣 那當然可不可以變成像剛剛那個樣子 是可以的 只是說你要多做一些動作 什麼動作呢 它會把它的數量加進來 可是你說老師我不是要數量啊 我是要比例 跟那個類有沒有 跟那個先一個 那個那一區 然後比例多少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 這個上面的標籤 按滑鼠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做資料標籤格式 你可以從格式裡面修改 把原來的池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池 改成叫做 這個叫什麼 類別名稱 跟百分比 然後把這個什麼池打勾取消 OK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它原來是什麼 池有沒有 那我把它改成類別名稱 跟百分比 它就出現了 可是你說老師那位置不對啊 應該要放在這個的外面 有沒有 不要放在裡面 像這個就看不出來 這個什麼 因為它顏色是深藍的 然後字又是黑的 一坨這個看不出來 所以理論上 你可以把這個標籤放哪裡 放在外面的話 那底下還有選項 標籤位置 預設是自動調整 你可以把它改成叫 終點外側 它就放外面了 有沒有 這叫終點內側 就放裡面 不要放裡面 放外面 這樣就OK了 不過啦 兩個方法都可以啦 只是 第一個方法簡單很多啦 第二個方法比較適合就是你的版本比較chill 剛好沒有圖說文字 可以用這個方法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一個比例圖產生了 所以喔 第一個圖 第二個圖 所以這馬上可以看出一個變化 感覺這個資料並不想像中那麼難理解 有沒有 自然越來越好 然後 然後 這個可能102 112這個可以把它拿掉 這樣看起來好像 因為還沒結束 所以到這邊就好了 然後各區的話 也許長這樣 那我甚至希望說呢 中山區的部分 可以凸顯出來的話 那你們應該可以常看到那個 這個比例圖裡面 會把那個比例最大的 把它 等於拉到外面 那個叫炸開 其實英文就expulsion 就是把它炸到外 那炸開的話 記得喔 怎麼樣把這個中山區炸開 那可能 這個地方的話 會分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選全部 第二個動作的話 再選中山區這一塊 那你會發現呢 它還有剩下三個短點 而不是全部 第三個動作呢 再把它往外拉 它就會把中山區的部分 有沒有 有點炸開 就是往外移動的這個效果出現了 OK 再來你就點外面一下 它就會幫你把它移出來 有沒有 中山區比較凸顯出來了 所以佔有的比例是最高的 主要我是希望凸顯 中山區的治安 真的是比較差啦 OK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想要 扮演像柯南一樣的角色 我想要追根究底 想要知道 到底中山區的治安 哪些地方是很差的 比如說它全部統統有476筆 到底這476筆 到底都是分佈在中山區的哪些地方的話 如果你想要再深入研究 我跟各位講 蠻簡單的 我覺得書紐分析表還蠻好用的 你直接在這個數量上快點兩下 你會發現 它就會幫你把 這個400多件的 切到案件的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幫你列出來了 都在這裡 那你可以再針對 中山區的這400 Ctrl向下 就是476筆的資料 它就幫你列舉在這裡 所以你就可以針對這476筆資料 我剛剛做的動作我再做一次 所以如果你要再深入了解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 在476上方快點兩下 它會跳出一個 在這個資料的前面 會跳出中山區 所有的切到案件發生的資料 都在這裡 那如果你對於中山區的這個切到 到底發生在哪邊最居多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深入去研究 有沒有 還有發生時段等等的 這都可以寫一個paper了 我覺得這蠻妙 我都自己蠻好奇 如果你現在真的想要住中山區的話 那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哪些地方不要去住 租房子也一樣 如果你租房子可能租 那邊比較便宜 但是你要避開那些雷區的話 相對你也比較不會遇到那些 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OK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提供給各位參考 延伸性 OK 所以剛剛中山區可以研究 市林區可不可以 市林區快點兩下 市林區又出來了 所以可以抽絲剝繭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讓資安變好 就可以這樣子去做 我覺得真的就是可以比較看到問題 發生的這個原因 而不是說只是在那邊有點是 好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 第二個問題OK的 第三個問題比較難 就是我想知道哪一條路 哪一條街 哪一條道的這個什麼呢 自然最差 切到按鍵最多 當然目前來看 少了一個欄位 就入街道 所以等一下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各區比例圖 最後炸開記得 炸開的話記得 分三個步驟 一、二、三 如果你要一回來一樣 一、二、三 就是三個 有點像tempo一樣 跟跳舞一樣 你那個腳步對的話就對了 OK 如果你腳步不對 順序不對 那就跳不好 OK 一樣 所以一選全部 二選這個 三把它做你要做的事情 OK 那你要再把它往外拉也可以 反正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圖其實蠻聽話的 OK 這個按照你想要的那個樣子 去呈現 所以其實數據就很容易聽你說話 OK 你要說服別人 我覺得還是 你可以拿現在 Big Data裡面的資料做一些統計分析 我覺得都比較可以客觀理性的去溝通 比較有個基礎 而不是說完全都是講空話 沒有意義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針對問題 你去找到相關的資料 然後做一個統計分析的報表跟圖表 我覺得再來討論其實就會比較有焦點 也比較能夠有個結論 好 再來的話還有一個路接到 所以最後一個欄位叫路接到 不過這個欄位產生的話 會相當的複雜 比前面幾個來的更困難 路接到 那為什麼特別叫路接到 因為剛好這個後面的名稱剛好可能是接 可能是路 可能是道 如果我要把路接到資料取過來的話 那這個難度更高 你說老師怎麼取啊 它的位置 你說老師剛好是第七個字 取三個字嗎 不對 因為這個根本不是在第七個字 它可能的情況非常的複雜 它有可能是前面的資料有一種狀況 第一種狀況它的地址蠻完整的 裡面有零 有沒有 零之後 這邊有一零嘛對不對 然後再來可能有李 再來可能有區 不過區一定有啦 可是不一定有李跟零 但是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沒有 那你要做邏輯判斷 所以比較麻煩就是要邏輯判斷這件事情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到底有沒有啊 有沒有的話你要去找 那找的話 你不是說 我找我用眼睛去找嗎 那你就點兩下 Ctrl C 有沒有 中程度Ctrl V 貼過來 那如果你是要這樣做事的話 那不得了了 你現在做到下課你都做不完 Ctrl向下 總共有3680筆啦 所以你不可能啦 OK 不要突發煉鋼 但是我知道呢 很多人上班喔 他沒有辦法 他就只能這樣 因為他沒有 他不是要有那個 比較快的方法 但是比較快的方法喔 這樣也蠻複雜的 因為呢 以這個地方喔 我們會需要用到三個函數 我想到的 那有沒有別的解法 絕對有 但是我想到的 會有三個函數喔 第一個函數會用fine函數 fine的話呢 先去找找看 有沒有我要找的關鍵字 哪個關鍵字像找0 因為有的有0嘛 有的沒有0 第二個關鍵字是要找0 OK 所以喔 如果有0的話呢 那我的字的話應該就是在哪裡 這個0後面這個字的下一個字 就是我要找的開頭的位置 然後呢 再來我找到後面的那個路階到這個字的位置 那我把這個後面的位置剪掉前面字的位置喔 那就是它總共應該有的字數 三個字 光講就很複雜 那怎麼做啦 我想到的方法 一 我先用fine函數 所以先插入函數 使用的第一個函數就是fine fine的話呢 就尋找 尋找這邊 fine 那fine函數的話呢 它這邊會跟你講說 它需要兩個參數啦 一個參數是fine test 一個是within 所以第一個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fine test的話呢 應該是說呢 你要搜尋的文字 那我要找0這個字 所以我打一個0好了 幫我找一下喔 那我是建議的話 你們游標可以先放在哪裡呢 可以放在h7的這個儲存格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址才有0喔 那你練習的時候不要用h2啦 我想h2裡面沒有0 你一定會翻失敗啦 所以你先用h7 那within的話 就是說在哪一個地址裡面 在這個地址裡面 有沒有0這個字 欸 有耶 它找到的話跟你講說 喔 在第17個字裡面有0這個字喔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得到就11 那如果沒找到的話會怎麼樣 往上填滿 按住那個空點往上拉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找到是告訴你字在第幾個字 如果沒找到的話呢 它會得到的就是一個錯誤訊息 有沒有 以後如果 Essale裡面如果發生錯誤訊 你就緊開頭的喔 意思就是說啦 緊就錯誤 那後面會有一個簡單的敘述 就是value 這個value的話就是說 欸 你不是要我幫你找0嗎 可是你給我的資料裡面 卻沒有0這個字啊 所以他就很困惑了喔 所以他會跟你講說 喔沒有錯誤了 OK 好 那所以呢 假如發生錯誤的話 那該怎麼處理 那我們可能會需要怎麼樣 欸如果你找不到0這個字的話喔 那你就幫我找0這個字看看 所以呢 如果假設喔 我們如果希望他能夠再去找別的字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我會需要第二個函數 哪個函數 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他的資料 是不是有發生錯誤 那怎麼怎麼判斷 在Essale裡面有一個函數叫ifl ifl的話 如果得到的結果 是像這個的錯誤的話 那我該做什麼事情 所以喔 我先把這個fine函數這邊公式先解下來 然後呢 再把它插入一個新的函數 在哪裡呢 在邏輯裡面 邏輯 找到ifl 這個啦 OK 所以if的下面這邊 那這個ifl的話 其實喔 主要就是由兩個函數所構成的 一個函數就是if 一個函數就是判斷 我記得是isl 這個是一個 算是你說新的函數 它也是因為它好像是20 2007以後才有的函數喔 OK 那我們用這個ifl 然後這個的話就判斷是不是有找到 如果 沒找到就是發生錯誤 按確定 那確定之後的話 請你把剛剛的value 剛剛的資料貼到value裡面 那如果是有的話 那你就不用做處置 可是如果有發生錯誤的話 像這上面這個 那要做什麼 那請你再把公式貼一遍 等於貼兩遍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如果發生錯誤 就像這個狀況要怎麼處理 那你就再幫我找理這個 理喔 所以請你把下面這個改成理 OK好 那這樣他就知道說 如果我找不到0這個字喔 那我就幫你找別的字 找哪個字 找理這個字 OK按確定 好 那往上填滿看看 你會發現喔 如果它這個裡面有理這個字的話 也找到了 第九個字沒錯 然後這個也是第九個字 好 那可是不對啊 你說老師那還是有錯誤 上面的話還有兩個錯誤 那為什麼有兩個錯誤 那為什麼有兩個錯誤 因為喔 它沒有0 也沒有0 它只有區 所以最後還沒結束 你還要再做剛剛事情再做一遍 所以再把游標停在這邊 把剛剛這個公式再減下 那如果還發生錯誤怎麼辦呢 再判斷一次 所以再把它減下貼到value上 然後呢 再把剛剛的這個 這個的話可能就要貼短一點的公式 就是fine這個喔 就是等於是剛剛做的動作一樣 fine 然後刮糊 有沒有 然後呢本來是找理對不對 改成理 那你請你把它改成區 因為它沒有0 也沒有理 那最後一定有區啦 所以你就幫我找區就好了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就正確了 反正一定是 0 理 區 而且按照順序喔 你不能顛倒 顛倒會出錯啦 一定要先找0 再找理 再找區 OK 按確定 那理論上向上填滿 應該都會找到了啦 理論上最後一定會有0嘛 所以你向下填滿 應該也都是正確的 好 那我們已經知道說呢 它的 0里區的位置在哪邊了 那我只要怎麼樣 再用mid把它加1就好了 所以喔 如果喔 把這個公式喔 再剪下來 然後再放到mid函數裡面去 文字在這裡 這個是它的文字 那第幾個字的話呢 就把剛剛那一串公式貼到star number 在這個位置 那記得喔 這個地方把它什麼 加1喔 為什麼要加1 因為我們剛剛找的是0里區 那那個位置 並不是我們路接到的開始位置 而是下一個字才是喔 所以加1之後 那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欸 number choice 幾個字啊 你說老師那三個字OK 廈門街啦 當然你第一個是OK的 可是問題喔 下面這個什麼 萬寧街OK 但是下一個這個就不OK了 中校東 欸 三個字 糟糕 少一個字 路不見了 所以喔 最後這個number choice 這個你不能直接填3 那你說老師我填4個不可以 4也不行啦 4又多一個字 所以喔 最後這個字最難的 那我怎麼有辦法知道說它應該是幾個字喔 後來我想一個方法 這個也是滿難的 就是呢 我只要知道喔 它這個前面資料 比如說0這個字的位置 然後我也只要知道後面這個路的位置 我把它減掉就可以了 可能0這個是11個字好了 然後路的話應該是11、12、13、14 所以把14減掉11的話 那就剩3嘛 那剛好三個字OK 欸 那可是問題喔 我怎麼知道路接到的位置在哪裡 那跟各位講喔 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請你把剛剛這一串公式喔 直接貼上之後 分別把這邊的0里區 直接改成什麼 路、接、到 就OK了 意思是說啦 反正你如果找得到 你先幫我找看看有沒有路 有路的話呢 就是找路的位置 沒有路就幫我找接 如果沒有接就找到 路、接、到 OK 所以喔 最後這個比較難 把這個公式貼上 記得喔 貼上之後 這個容易做錯 一樣嘛 你看到0里區 先把它改成叫路 然後這邊的話呢 改成接 字不要打錯喔 然後最後這邊改成路、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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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話呢 就會找到什麼 找到它尾巴的字的位置之後 再加一個減號 所以喔 這公式改完之後 再減 再貼一次 所以剛剛的公式就貼 再貼一次就OK了 你會發現它剛好就下門接了 所以剛剛那個前一段公式 總共貼三次 第一次的話是貼到 star number一次 後面記得補一個加一 第二次的話呢 就貼這個地方 改路、接、到 然後再去減掉有沒有 減掉再貼一次 它的這個0里區啦 所以最後做完的公式 非常冗長 但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按確定之後看一下 向下填滿 有沒有 路、接、到 就通通做完了 這段公式比較冗長 而且比較容易做錯啦 所以我有在雲端上面 有放一個已經做好的 你們可以參考 我看一下應該是放在哪裡 放在底下 這邊有沒有 在雲端白板上面 第十一頁的地方 先第一個step 再第二個step 再第三個step 這個是最後的step ok 試一下看看 這個也是今天這一題裡面最難的 那你說我是沒有別的辦法嗎? 看起來好像似乎沒有耶 不然如果沒有 你說土法鏈鋼嗎? 三千多個資料耶 你用土法鏈鋼應該做不完嘛 ok 所以如果你懂這個方法 那你可以避免掉以後 要用人工的方式去處理 那參考一下 只要不要做錯 應該就ok了 看一下理論上應該 這個做出來的結果一不一樣 看一下 複製一下這一段 我貼到這個底下 比一下 好像一模一樣的樣子 有沒有 一模一樣 所以喔 如果你假如 你做完了結果方案錯 你可能再把你的公式 跟我雲端上面的公式比一下 你大概知道哪邊出錯了 ok 試一下喔 ok嗎? 對嗎? 哇 那不錯耶 可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